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创业军思》 在香港地美甲行业可谓一个历久不虚的行业 因为入行限制不高 没有限年龄 只要你有兴趣或有热成都可以入行 不过就是因为门槛不是很高 所以近年也有不少人做美甲师 甚至自己开店创业做生意 那究竟要开一间美甲的中心 在行业当中特围而出 要靠什么呢? 靠网络人气? 还是像传统一样要靠草客 referral 靠口碑? 今天我们要来一位行内人士 身边CASI的创办人Coco 和我们分享一下 Coco 你好 Coco 你好 Coco 你好 Coco 先说一下 刚才也说到了 其实女士是很贪美的 其实手指甲和美容 Facial一样都那么重要 你当日选择美甲行业做生意 其实你做了多久 以及如何入行 为什么要找这个行业来创业呢? 首先我要说 其实女性的发表是很重要的 但是手是女性的第二份 更加重要 之所以手是女性的第二份 就是从手可以看出一个女性 她是否养尊传优 就是她看她的手 整齿 干净 保养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平时需要做很辛苦的工作 而且她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条件下的背景 一个背景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只手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看掌纹那样 对 如果你的手 很干净 很整齐 很干净的话 你一定是不需要做粗重的东西 不需要那么努力 所以很多女士都很注重做手部的户样 你是不是这样 然后就觉得很有生意前景 就直接你当入行 还是有些故事的呢? 有故事的 其实我喜欢是喜欢 就是喜欢是一回事 但是令到我入行 其实真的是因为一段感情故事 其实我七年前的未婚夫是外贼人士 我初初去完她的家乡一趟之后 我发现原来我在那里 我可能生存不了 因为我又不懂当地语言 我又不懂得去跟人沟通 再加上我自己是英文有差 再加上她那里更加不是说英文 不是说英文的 对了 所以我就在想 我究竟要做什么 才可以在她那里可以生存到 不需要靠未婚夫 都可以 或者可以减轻她 甚至乎 那我就在想 我这么喜欢扮靓 其实是不可以 去帮那些女士去扮靓 我看到当地那些女士都很喜欢扮靓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美架 其实我去学美架 我在政府去学 政府的课是一个很完整的课程 令到你可以上升 不需要花钱 甚至乎还会有保铁 政府的资助真是很好 嗯 嗯 Coco 我们听了你感情方面 经历了七年之阳 但不要紧的 可能你的生意 比较七年之旺 都可以出来的 但我知道 你自己开展自己的美架店之后 就选择这个中常环 我见很多 店铺做生意的朋友 通常可能会选择 屋邨 或者比较偏远 因为吃不低一点 但你一开始 就中常环 是否有些特别策略在里面 第一 我不想 在我最终的定位 我都是想做高端 我想要把我的美架做到 即是最高端的 我不想说 由屋邨做做做下 然后又搬帝袋 然后又再搬 搬几十次 才到最后才到中环最高的位 大家都知道 中环是一个高消费 又是一些 下的质素 又是最好的 一些地方 而且在那里 当然你自己的东西 都要跟得上 第一就是想要自己的 这样东西 是那个定位 是定位 定位到最高的 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 搬很多次才去到那个位 这个过程 如果我要搬很多次的话 这些费用已经是很庞大了 而且我不可以常说搬一个位置 再加多一次价 因为你搬了位置 你一定会需要 有很多成本的东西 会出现 变成你没有办法 你要加价 我一次过就搬到中环 因为我在中环开 我设定了将来五年之内 我不想再装修店 我不想再加价 我不想再做其他方面的效力 我又明白你的理念 因为很多时候 像Felix所说的 很多人开始就做生意试一下 找个成本没那么高的地方 租客再去搬一个地方 Coco的心态就不一样 反正我最后的劍子 都是希望在中环开一间美购店 而我又支付得起 那件成本的事 我就直接去那里做 起码不用再浪费很多成本 搬迁 又或者我因为 每一次搬迁不同的地方 成本贵了 就要加个客户的价钱 但我又想问 一来就开波中环 整个成本开业 花了多少钱 是否成本都不少 有租金 有伙计人工 有其他不同的装修支出 其实我是由零起家的 首先我的店铺在铜锣湾有做过三年的历史 那这个三年呢 我是以一个 一万八千元 那就开始了 我本来是一个 即是跟别人合作的 谁知我跟他合作之后 那个人呢 就拿了一些 客户的包装 就是没开始合作 他已经跑掉了 所以我就由铜锣湾那间铺 就储了一些客户 而且因为我自己 很乞苦内劳 很勤力地去做客户 所以我都储了一笔钱 令到我去做中环那间铺 那时候会有一定的积聪 还有呢 这个过程中呢 我储了一些口碑 其实我当时中环的客户是我的客户 因为我的客户对我很信任 而且他都看好我们美价这一行的生意 所以他就决定了他要跟我一起去做 他也要加点钱跟我一起去做 我们中环的铺 刚刚开始 就是装修了大约就五十万左右 加上我们那一半年的工资 出粮支付的话 大概是一百万左右 你说的是开业的成本 大概是一百万左右 开业的成本 加到后来 可能运动到三个月的时候 成本是一百万左右 但我想知道 你刚才说了开业成本 大概是一百万左右 其中一个员工的支出 因为Coco曾经说过 其实请人这行真的很难请 经验 以及人工 就算你给得好的话 也有些原因是请不到人 我相信 在香港现在 经营一间企业 已经不是你的 条件待遇的问题 你各方面 比如说你的管理 有很多很多东西要看 而且我们这一行为何会难请人呢 因为我们这一行 我们要 托的一些格式 我们要真是 那个客人可以跟我们一样 可以给客人 相等质素的东西 他们起码都需要一些 十年以上的经营 同时区备 有很好的美感 才可以符合到我们的条件 我们才可以给客人的质素 是可以 保持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很难请人的 Athina 我觉得 都学到很多知识 因为本身 我们男士 做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开美近 比较注重女性的生业为主 的行业 原来当中 无论请人 或者怎样去找客户 或者选址 都有很多功夫在里面 但我特别好奇就是 即是究竟 我知道男士 可能用gel头 等等 就扮漂亮 但女士美甲的时候 究竟怎样为之是好的 或者漂亮的美甲 是看颜色 还是看他的花款 还是看不同的场合 才判断到呢 不如这一方面 我们下次跟你说多一点 我们回到节目军事的时间 Coco 我想特别 好像上一节 都埋美的时候 问你 关于美感的问题 我相信 无论男士或者女士 都很特别 注重 究竟 女士 去查指甲油的时候 或者美甲的时候 怎样为之漂亮 我知道 可能有不同的颜色 或者不同的花纹 花款 等等 是不是都会影响着 看出来的美观性 是的 其实怎样为之美感呢 比如说 我们 帮个客人扮演美 做指甲做节目 不单要那个客人 觉得是顺眼舒服的 而且要周围的人 旁边的人 看他 都觉得他是大方得体 是会给赞给他的 那么 我们会 根据客人不同的工作 即职业 他的性格 还有他平时的衣着 甚至乎他会 喜欢配什么装饰 都会 这些都会帮他看 比如他头发的颜色 他喜欢穿 他的鞋鞋 也会比较 帮他 適合他性格 和一些职业 令人觉得他不是怪物 觉得他 他做的 指甲也好 折磨也好 特别怪 特别夸张 专专业的美甲师 他不是提供服务给客人 是一丝一样的 真的要看客人 和他的沟通 可能他的 个性 他的衣着品味 又或者他不同的喜好 他配合他的指甲 应该是怎么做 才是最合适的 那么 需不需要 经常进修的呢 例如我见到发型师 可能 都要不断 知道潮流流流什么 以前流流负利子 又要学习这种东西 或者流流 美甲师呢 当然要 一定要 因为每一个时期的 fashion 都会不同 比如说我们以前 可能整架 就这样 整完就可以了 但是今时今来 我们的要求 会更加完美化 还有在这些 四指方面 会更加越来越 就是 要完美 那比如说 以前是会 喜欢一些花粉的东西 喜欢坏东西 是现在不是 现在可能更加 倾向于 简单的东西 更加简单大方的东西 会多人喜欢 比如说一个 俄式的 不收价方法 那我们的美甲师 就用了 很多的钱 去再次进修 这个 只是进修 一个技术 即是说 一个修价的方法 刚刚说到 你美甲师用了很多钱 去进修 这个技术 那他自己 要鸿河包出来 还是 我现在 公司 我会支持 我们的美甲师 去做进修 但是 以前 我们就真的需要自己 去 扔河包 去 去考取赠书 还有 每一个过程 比如说 一个很简单的花款 都需要 一万多二万多的 那个 费用 的钱 真的很贵 有很多技术 你就是 就等于 你多了一个 赚钱的工具 OK 就是自己的资本 Koko我见你 花了很多心力 去培训你的员工 又去进修 去学习很多新的 关于美甲方面的知识 还是你付钱的 但是你怕不怕 始终我们出来做生意 那会不会 当你的员工 有一定的技术的时候 发觉这个行业 都很稳定的 如果自己 在你附近 或者其他地方 又开一间美甲店 会不会你觉得 蝕脱了呢 我不怕的 第一 我觉得我这个行业 就是我 我做这间公司的出发点 我都觉得是 真是以能够帮到人为主 去出发点 帮人扮到美甲 帮人 制一套 很 干净整齐的格 令到他建工那时候 会得到 对方公司的赏识 那比如说 我们给我们的员工 去培训 和给他们 去得到一些进修的东西 我都觉得是 可以帮到他们的话 甚至乎 亦都可以帮到我的 比如说 他们学习了东西 他们不在公司 要做多久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多久 但是 起码在公司的这段时间 他们是为公司作业 创造价值 他们如果将来能够 去到其他地方 能够 能够 更好的生路 即是 一个职业 我当然会更加祝福他们 而人家都会觉得 他在我那里出去 他可以有那么多东西 我都觉得好玩 听到Koku说 其实他经营美甲店 也很有理念 帮人扮好 希望大家 例如要见工的话 见得成功 甚至甚至是员工 你付钱去进修 你希望他学到门技术手艺 他发展得好 你也会更加开心的 是的 说了这么久 都是说女士方面 其实有没有 想过开拓一些不同的市场 市场上有没有 男士的美甲 男士怎么做法 当然有 其实男士 你不要说一定要招架 当然我见到 在外面有人招架 男士招架 真是少见调 我们招架 最出名的是 就是一些招架人士 一些如果他有招架的人士 真的需要找我们招架 我们的招架 可以帮助他有完美的指甲 而令到他去解除 这个招架的招架 因为他招手指甲 令到手指甲崩壊 所以他就需要 甚至在指甲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 社群 还有 咬指甲的习惯 真的会 很差 那他招架完后 还咬不咬 你有没有叫他 你戒了这个坏习惯 他真的戒了 真的 我猜不到 原来蓝丝 也是一个美甲的市场 听完Coco才知道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的店铺 你主要的客户 是来自哪一道 我现在最主要的客户 当然是来自中环 有些OL客户为主 是的 是的 在中环 都真的遇到中环那些 上楼社的客户 都真的 多 你有没有用什么特别方法 吸引一些 是客户过来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方法 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以誠相达 比如说 我给到我的客户 优质的服务 用心跟他们交流 还有 我自己 除了在这些本质之外 另外我都会做一些宣传 因为你如果想要 不断地提示你的品牌形象 你都需要长期去做一些推广 说过 令到 香港人知道你 甚至乎 不是香港人 他知道 基本上 一般我们现在做社交媒体宣传 大家都会做的 Coco都会做的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宣传 但是做这个行业 做美业的行业 好像是回应我开头 所说的 你要存到客户 其实是真的要靠口碑 Word of Mo 真的一个全一个 你可能你做不同的社交媒体 你有相片有post 大家很漂亮 来光顺你一次 OK 如果你的东西是可以的 他会再来第二次 甚至会有一些不同的package 我有兴趣再来 但如果他来一次 因为你的相片看到了 但发觉 服务质素 很一般 甚至不是那么好的 他不会再来 所以做这个行业 跟美容一样 Word of Mo 是很重要的 今时今日 我们的店铺 就用了一个 完全不销售客 当然 你要完全不销售客 就必须是你公司的 很有信心 对 你要很有信心 你真是 卫生做得足 还有 我们的家事的要求 都非常之高 做完之后 立刻要 清除10月份租 立刻侧赢 我们所有的卫生方面 是要求很高的 还有我们的 比如说 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些培训 都是每个礼拜都在更新的 我们每个礼拜需要去考下一次 还有我们是有很多 比如说 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的钱是有专人去 去更新我们的 online的系统 我想你刚才说到 不去销售客 其实都挺触摸到 现代客户的心理需要 以前做美容的行业 很多时候 美容师都会 兼职卖一个 销售角色 和各位的顾客 去推销自己不同的产品 不过现在 现代社会消费者 其实 你越不销售我 我感受到你服务的质素 产品的质素 他反而会主动和你卖 其实这个是更加的 一个 更加好的销售方法 这个已经是很普及的一个销售方法 大家都已经是很厌倦了 那种被人 轰茶色的销售 是啊 被人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有压力 当然了 你要对你本身的产品质素 都有信心才做到这件事 今天很多谢Coco 和我们分享了 在美格行业里面 怎样突围而出 将我们生意做得更加好 多谢你 谢谢 谢谢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住like这条片 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住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 再见